现在没给大家讲的简单工厂模式 点cp ok 让当这两个我们先 一熟 让当这个地方我们 准备号2 ok f7变一把 那我们就想了 看着看着说话呗 看着说话 不是吧 我们创建一个 抽象的水果类 搞定 然后呢 在这里边我们写一个虚函数 我的 gats 就是采集函数吧 人家就是 gats 那这样里边 我们也可以说出一句话 哇 那这样的话 这个第一个类 抽象的类第一个类搞定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具体的产品的类 不大的 不大的 比 不大 是 这样吧 就这样吧 然后呢 那我从他继承吧 不是 这个是虚环说吧 虚环上由继承 当由 这个指针 直降指令 这样的时候 是会发生营用啊 是发生多态啊 那这个虚环说 是不是继承 我们可以冲鞋的虚环说啊 搞定 然后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这么干 这样吧 这个是相当于gas水果吧 采集水果 水果啊 那再来一个tomato或者是不弹的 来一个bamf是吧不弹的 然后这个这样换成不弹的 别好 再来啊 这样换成不弹的 这样呢我们具体产品有了 现在再来个工厂吧 再来个工厂ft再编译吧 再来个工厂 class factory 那这个工厂啊 再看一下这关系啊 这个工厂是创建具体的水果 返回的你看 也就是说这个水果类 是作为这个创建产品的一个 返回值吧 或者是参数都可以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第一次接触他 所以说我跟他讲小心一点 那我们可以crease 这样可以吧 crease 那你可以 现在的要返回一个水果 是吧 我们可以返回 因为现在都关键说了 返回一个水果 返回一个水果 是不是可以返回一个他 啊 这的话这个类和这个水果类就是一种关系 就是这种关系 明白吧 这种关系 你来 关系啊 这种关系 所以说这个类的关系 你就用的时候用了就知道了哈 这种依赖关系吗 这是第一次大家 说这个依赖 其实你想想咱们是不是用的很多啊 啊 只不过你不这么创意 对不对 嗯 你看这是一个关系啊 就是 工厂的这个喊肉的返回值是另外一个类的参所 是另外一个类 嗯 那在这里边我呢 可以做一个业务逻辑的封装 在这里 ok吧 f7变一把 啊 这追踪啊 我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 三个对象都打造完毕了 下面呢 我开始使用 首先呢 我创建一个工厂 然后呢 这个如果换成静态方法就更好了 嗯 这个都无所谓啊 然后呢 我用这个工厂的credit函数 是这样吧 来生产香蕉 p 这样可以吧 然后呢 出来一个水果吧 生产一个水果 这个数 哎呦 能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不把它 你如果不把它 用静态喊少 就要拥有一个工厂 对不对啊 怎么都行 我先这样 我先解释最复杂的 那我们先拥有一个工厂 哇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工厂来生产产品 那这个时候 我们p 生产个驴子 这种驴子 反和用水果吧 在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高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么搞完以后呢 这是创建个驴子吧 然后呢 我用这个水果 是不是激烈指令指向子里的像 激烈指令指向子里的像 是不是会发生多太啊 嗯 多太成立三成见 忘了吗 要有继承 要有虚寒的重写 要有激烈指令指向子里的对象 看看这句话是不是有多太发生 啊 这个是反 你看你用了一个 工厂 在这里边 肯定在这里边要创建个离子啊 但是这个六罗就还没写了 对不对 就写了以后肯定要要要要创建个离子的 那现在我们先这样 先上写的 写完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离子啊给 释放掉 写 哇 下面呢 我再创建一个 现在我在创建香蕉 创建香蕉 我肯定是这样创建了 还是调用的工厂的create方法 来传一个不大的 是吧 然后再生出来一个水果 这个水果的行为应该表现为 香蕉吧 采集 就是采集吧 那采集 我们采集 可以啊 或者是输出内蒙也行啊 该是内蒙和C内蒙都行 可以啊 这样的话我们把测试案例也搭建好了 这个时候啊 F7变异吧 这个时候没有错啊 这个时候我们看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创建逻辑 统一的封装到这个函数里面去了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写这个函数 如果是 内蒙等一个 词试看法 是吧 如果内蒙等一个P 是这样吧 那我们就 拥有一个吧 拥有一个P 然后再生出去 可以吧 如果是 试试看吧 如果这个内蒙等一个不大的 哇 大写的啊 那么 将瑞天一个 另外一个不大的 ok 这样我们通过编程逻辑发现 简单工厂 的创建工作 集成了 呃 业务集中业务逻辑 集中在这 哇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其他要是瑞天洞 先这么写吧 ok l7变一把 这样的话 我们莫是把这个简单工厂这个模式开发完毕了 那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跟一下吧 那不几乎加段点 这个地方 加段点 试试吧 哦 等一下 释放离子没有 释放相交都没有 这样小些的一个释放啊 那先走吧 没有一个工厂 f11进去 哦 不进去啊 然后啊 这个工厂没有提供了过的函数啊 是有默论过的函数 进不去 然后呢 现在我们开始传一个离子 f11 在这里边 他判断出来了 然后给你拗一个离子 但是拗的离子啊 是个 是不是 孩子对象 孩子对象 负给激励子的 是可以的 负值坚决型原则 对不对 啊 啊 没有他去接是吧 我看我接过来的没有啊 cris应该接过来对对 对 没接怎么能行啊 啊 对 这样漏了一个计划 啊 搞定 然后呢 我们再看 f7变异吧 搞定 f10 接过来 现在 几率指针 直向 p 吧 所以说 同时又有虚凡数 又多态 所以说会有多态产生 f11进去 会执行 水果的采集水果 采集这个驴子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下面也是一样 释放它 然后呢 再搞 再搞 这样呢 会说出两句不同的话 是吧 这就是简单工厂 哇 简单工厂 这么看来 这个简单工厂也不难 对不对 嗯 我给你几个人搞定了吗 对 我们看我带他回过一下啊 再回过一下啊 简单工厂的那个 你那模型啊 简单工厂这么有一个工厂角色 一个抽象的产品角色啊 一个工厂角色 这个是在这里啊 他和他之间关系是关联关系 对不对 啊 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 地平斯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个是继承关系 是吧 嗯 这个地方返回一个 他的这个冲上的积累 对不对 嗯 然后他 你这这就是 就就这么个观点 咱们看简单工厂的优势点啊 在这个模式中工厂类是整个模式的关键所在 那肯定了 他包含了必要的逻辑判断 是吧 根据外界的给定的信息 决定要创建哪个具体的对象 用户在实用时可以根据 嗯 工厂类去创建所需要的实力 这是他的这么个业务运动模式啊 另外呢 由于工厂类集中了所有的实力的创建逻辑 所以高内积这方面做的不是太好 啊 为什么这么说 等会再说啊 另外当系统的具体产品不断增多时 可能会出现 要求工厂类也要做效应的修改 比如说现在我要生产一个 假设 他妈手吧 那是不是我们要改我们的工厂类啊 是不是我们要改我们的工厂类啊 我们要在这个业务逻辑里面加上一个 牛 tomato tomato对不对 同时呢 同时呢 这个产品加一个产品 其实啊 你要这么做啊 其实如果不修改他 其实就是说现在修改是吧 嗯 其实就是说有一个业界是开笔原则 什么叫开笔原则 就是新功能的添加 新功能添加 尽量不要 依赖于修改 或者是完善原来的代码 如果我如果 添加个新功能 和原来的代码没有多大关系 那这种这种模块就比较好 你看你看他他就不行 他因为太高内聚了 所有有逻辑都写在这里 只要外面的功能稍微发生增加 不得不去修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工厂这个这个类吧 这个方法 所以说这是他的缺点 当然了也是他有点实在 就是比较简单 所以说这个事情两边看 OK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也学习了另外一种 类和类之间关系 依赖 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把这代码消化一下